2023年即将结束 各大平台纷纷盘点过去一年的亮点 其中威光荣耀公布了多个影视相关的榜单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而作为娱乐圈的顶流男星 肖战虽然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参加尖叫之夜 但他的粉丝却用投票为他加油 让他直接包揽了三个重要榜单的前三名 票数占比更是高达80.33% 让人惊叹不已 肖战是一位实力与人气兼具的演员 2023年他共有三部电视剧与观众见面 分别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《玉古瑶》《娇洋伴我》 这三部剧都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、热度和口碑 尤其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更是成为了现象级暴剧 全国黄金档收视率第一是占率12.55% 超过100个主流媒体对其赞誉有加 在《威光荣耀影视角色榜单》中 肖战饰演的三个角色 孝春生、时影和盛阳 分别排名第一、第二和第三 展现了他的多面魅力和演技 在《威光荣耀剧集榜单》中 肖战主演的三部剧 也分别占据了前三位 显示了他的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在《威光荣耀影视音乐榜单》中 肖战参与的三首主题曲 也分别位居前三 体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这样的成绩 无疑证明了肖战的人气和影响力 而他的粉丝也不遗余力地为他投票 据悉 截止到26日 肖战票数占比达到80.33% 远远领先于其他明星 让人惊叹 有网友评论说 这根本打不过 肖战的人气太高了 肖战不仅有着高人气 还有着高作品质量 他用实力说话 不断给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在三部剧的热度还未消退的时候 他就已经进组拍摄了新作 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侠之大者》 在这部电影中 他将饰演男主角郭靖 与徐克导演合作 令人期待 肖战的事业粉对他的工作安排 非常满意 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作品打扣 支持他的发展 各位读者 你们对肖战的三个榜单的霸榜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分享